CBC的記者在跟無人機互動的時候 不小心把他給砸壞了 巨大的飛行器一亮相就是會場焦點 它其實是一台無人機 卻可以載人翱翔天際 由大陸廠商研發 號稱全球首架載人無人機 配備了八個推進器 四個軸搭載一名乘客 採用自動駕駛 只要輸入目的地就能直接抵達 I wanna fly and I don't wanna go get a pilot license after 5 hours or 10 We're making that dream happen 廠商表示這將改變人類的出行方式 成為新一代交通工具 未來從廣州自己飛到深圳 不是夢想 不過礙於沒有監管法規 現階段難以落地 而消費型電子展上 另一款無人機 則號稱史上最安全 球形外觀講義不外露 不用擔心傷到人 不過女記者今次示範 把她找 K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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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 KC KC h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